赛季出大战四黑车队 这把牌到A牌守墓其他全部B牌 你可要好好看了 下次牌到就会打了 开局我们选在踢墙这个位置 可以比较快速的拍照 从求生者开局选点 需要有一个打镜像的路线了 这把的路线是从大门到大房再到废墟 排得好的情况下可以打到三个镜像 这里排到第一个守墓的镜像 打完第一个镜像 我们进医院大房上二楼 排第二个镜像 当守墓人一直在镜像里 那就尝试摊一波 没打到不亏 打到了就多一个存在感 可以快点进入二阶 直接头体过板 估计是没想到我敢这样打 成功拿下一刀后 这里跳下来后 找不到大房的镜像不莫及 直接去废墟就好 找不到人没关系 一定要把手里的镜像挂上 如果一直硬着头皮找 人也没挂上 那就是开局天崩 到废墟挂上后 看见牛仔的镜像不着急打 准备暗杀一波 可惜反应还是很快的 毕竟是四黑爆点很及时 那就直接亏损最大化了 牛仔的镜像没打到 守墓人的镜像还被牛仔救了 第一波镜像天崩开局 好在刚刚机械时和牛仔是一起修的 能尝试追击一下机械 如果牛仔在废墟 那抓不了一点 拿到第一刀后 机械还交了飞轮 那就可以判断 娃娃已经放出去了 毕竟这个位置 放娃娃会更好扛刀一点 我们手里有闪现 不空闪的情况下 击倒机械时 还能勉强去上节奏 这里偏个红光 空刀后 直接接闪现带走机械时 挂上机械后 耳鸣立马就出来了 这里牛仔卡的位置被我提前看见了 我们直接过去逼就加快节奏 丢下来后击倒机械时 再追击一下牛仔 不给他OB的机会 牛仔输后 赶紧回头拍照抢节奏 因为第二波拍照早就好了 第一波挂上机械 牛仔就过来了 导致我不敢拍 害怕机械被偷 所以先拍这波打完之后 镜像结束 还能回推电击进度 第二次挂上机械后 即时打动来救人 一个插刀的时间 机械时就和我们拉开距离 牛仔还帮忙勾了一下 但机械挂死 所以必须拿下 再次击倒机械后 我们拍的第二波镜像 满下伏笔 为了防止牛仔OB 直接进镜像挂牛仔 刚好发现即时再摸 可惜没打到即时 那就直接挂镜像 牛仔倒地OB不了 挂上机械时淘汰掉第一个 第三波拍照开启前 我们排一下求生者的位置 看见二楼四个娃娃直接回排 定点到祭司 我们尝试追击一下 即时想打动拉开距离 害怕我回排 可惜手术慢了 在挂上即时后直接拍照 此时牛仔状态补满过来就 直接出去拦截救人 拿到一刀后 切底牌 传送贴脸 成功拦截 然后就是博弈时间 再次准备 挖上牛仔后镜像里想找一下守木的镜像 这样就可以终结比赛 可惜脸上是牛仔 那只能出去丢牌定位守木的位置 找到后一个抽刀带走 拿下这里 学会了记得点个赞 下次牌到你也能拿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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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